因為我每天都住在一起 又看著對方 就覺得很幸福 可能有時候煮飯 然後聊聊天 現實一點的問題就來了 有沒有想過一起煮飯之後 誰洗碗呢 我洗 你洗藥 嘩 好男人啊 對 一定要做監獄 一定要洗碗 洗碗 哈哈 不准你立刻答我 是洗碗室的Yumi 不知道在拍拖的你們 有沒有想過跟另一半同居呢 同居的生活是不是想像中那麼甜 還是一個不小心就會變成打打架呢 我們立刻出發問一下 Let's go 想問你們現在有沒有一起同居 有沒有 有沒有想過同居呢 有 有 三線沒有 有想過 這個正常都有 有想過的 不過就一定不會一開始就做 會大概拍了多久拖 才會開始有這個打算呢 我自己接受的 就可能半年之後左右 至少都是要三年才可以同居 你覺得有什麼條件 才可以一起同居呢 生活習慣要紋合 譬如如果他是骯髒骯髒的 我就不會跟他同居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真的想一起住 或者兩個人不想留在家裡 想一起生活 想試一下 應該都可以的 經濟能力 然後可能感情的穩定性 你覺得同居有什麼好處呢 比較方便照顧到對方的情趣 增進一下感情 我真的會愛對方多一點 可以去更加了解一個人 可能你要知道他生活的習慣 或者是了解他的行為 會不會覺得是 雙方可以更加適合走下去 那有沒有想過 同居有什麼缺點呢 有很多 男女的習慣很不一樣 應該會經常吵架 然後可能會吵分手 可能會太限制過人自由 自己會想要多一點 私人空間多一點 不習慣 因為有另一個人 突然間進入你的空間 那你就要去學一下 如何去找到大家的平衡點 你的同居的生活 有沒有什麼衝動呢 有啊 可以經常見到他 睡醒就見到他 從早上到晚在家裡 熬一下騎 其實也很開心 很美滿 因為我每天都在一起 又看著對方 就覺得很幸福 可以一起起床 一天吃飯 吃早餐 然後一起看電影 可能有時候煮飯 然後聊聊天 現實一點的問題就來了 那有沒有想過 一起煮完飯之後 誰洗碗呢 我洗 你洗了 嘩 好男人啊 但你會不會怕 同居之後會沒有了 me time 都沒有 因為平時可能 就算在家裡 待在家 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事 所以都OK 沒有了 不打了大家的話 其實住在一起 都沒有了 me time 有需要 但是 最重要是溝通 但有些人可能說 同居就是試分的狀態 你們覺得是嗎 我一算是 有沒有擔心 其實同居之後 反而會令自己不想結婚 沒想到前夜 沒想到前夜 畢竟婚後都是要同居 所以我覺得 都算是其中一份 會不會怕同居之後 可能會多了很多爭執 可能他又不做家務 然後又沒有了me time 通常都是他做的 他不想做的時候 就是我會做的 我都OK 我真的 家務這方面不用擔心 對 這個很洗人 因為我聽過很多案例 就是破壞感情的 例如身邊的朋友 是同居因什麼事 反而破壞了 就是生活習慣那些 發現同居之後 本身那個人是很棄利的 會做家務 但變了我跟男朋友一起之後 男朋友就什麼都不做 因為他覺得他會做完 所以什麼都不做 然後就懶惰 最後發現同居不行 然後就散了 這個都是一段關係 應該要學習的東西 就不能說逃避 如果你想一段關係 很持續去發展的話 你可以在這段同居的時間 可以學到東西 這樣就去解決問題 有沒有什麼說話 想跟男朋友說 如果同居了之後 希望他會做什麼 叫他做家務 對 一定要做家務 一定要洗碗 你呢 你用不用 我不用 我做煮飯OK 你會煮飯的 其他操重的就分擔給男朋友 好 你現在指著鏡頭 跟我說你要洗碗 洗碗 哈哈哈 好 街房就做完了 發現很多在拍拖的情侶 都會想同居 是因為想每天都看到另一半 但其實有時候同居了之後 就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就會煩錢 會煩家務 很多生活習慣要磨合 可能多了很多爭執 但是大家都不要忘記 最初想一起同居的初衷 要好好愛護對方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分享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預祝大家 情人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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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預祝大家情人節快樂之外 預祝我也生日快樂 因為我是情人節兩天之後生日的 快點留言給我說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哈哈哈 這麼快樂 哈哈哈 我不管 我要聽到大家跟我說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哈哈哈 生日快樂 哈哈哈